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前几首都是儿歌 这首的题目叫《十二月水果》 《十二月水果》 民间童谣 征月甘蔗 节节长 二月清果 两头黄 三月梅子 酸汪汪 四月琵琶 四月琵琶 满街黄 满街黄 五月阳梅 五月芒围 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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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 人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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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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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满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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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 十二月金子,满元香,十一月橙子,红彤彤,十二月里,黄铃肉儿, 脆松松,很好啊,这些每个月十二月份,每个月都有水果啊,那个水果就是用一个 ABB的形式的词可以把它说出来。 好,那么我们看看第二首,这首叫什么有腿不会走,什么有腿就不会走。 对,就是不会走路的意思,什么有腿不会走,什么没腿有酒粥,什么没腿有酒粥, 对,什么有嘴不说话,什么没嘴只妞妞,什么没嘴只妞妞, 板凳有腿有酒粥,什么没腿有酒粥。 板凳有腿不会走,板凳有腿不会走,板凳有腿不会走。 大船没腿有酒粥,什么没腿有酒粥。 对,茶壳不说话,茶壳不要走。 茶壶有嘴不说话。 我们来把这句再分开读一下啊。 茶壶有嘴,茶壶有嘴不说话。 不说话 车子没嘴 车子没嘴 支妞妞 支妞妞 是的 是一个问答形式的 下面你的弟弟在旁边 跟着读一起读啊 挺好的 我们下面这首叫 鞋 鞋 对就是鞋子的鞋 作者叫 铃五线 铃五线 我回家 我回家 把鞋脱下 把鞋脱下 姐姐回家 姐姐回家 把鞋脱下 把鞋脱下 哥哥爸爸回家 哥哥爸爸回家 也都把鞋脱下 也都把鞋脱掉 脱下 脱下 大小小的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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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看到了 大大小小的鞋 大大小小的鞋 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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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偎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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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 说着 一天的剑文 一天的剑文 大大小小的鞋 大大小小的鞋 就像 大大小小的鞋 就像 就像 大大小小的鞋 爸爸小小的鞋 回到 回到 安静的港湾 安静的港湾 享受 享受 家的温暖 家的温暖 真的 很好啊 我们来看 下一首 我们把这首古诗读一下 这首很有名 这首的题目叫 题目就有七个字 引湖上 湖上 出情 后雨 出情 后雨 作者是 苏氏 苏氏 水光炼焰 水光炼焰 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骑 一把溪糊 把溪糊 以溪子 以溪泽 淡光浓抹 半冷如我 总相宜 总相宜 好的 我们看看啊 我们还有时间再读一首 下面 有一首 读这首吧 永恒的规律 恒的规律 第一个字是 永 永恒的规律 是的 是的 或者是 普拉达 普拉达 古拉达 用骄傲对待 用诈话对待 骄傲的前额 骄傲的前额 用善良对待 用善良对待 善良的心肠 善良的心肠 这是我 这是我 一生 一生 永恒的规律 永恒的规律 只有 只有 采摘玫瑰 采摘玫瑰 采弯下脊梁 采弯下脊梁 对 脊梁 脊梁 对 脊梁 就是背的意思 只有采摘玫瑰花的时候 它才会弯下背来 这时候也很有意思 好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啊 我们就到这里吧 这是我 对 今天 我和六人一起大声朗读 我觉得我很 很轻松 三楼 你的旁边是你的弟弟是吗 是你的 little brother 他是 little sister a little brother oh little brother 你的小弟弟 你看 他几岁了呀 two two 我 我 我